中国线上婚礼火了 欢迎收看5月11号 报导正能量新闻的新闻最正点 行动管制令来到第55天了 大家好,我是马来西亚男孩 郑明燕 新闻最正点持续为您报导正能量新闻 首先来关注今天的确诊人数 卫生部指出 大马新增70人确诊 累积确诊6727人 死亡人数1人 累积死亡人数109人 治愈人数88人 累积治愈人数5113人 阿嬷自学英文 叫你不要趴趴躁 在行动管制令期间 有的人忙着开网络课程 也有的人忙着做直播 而来自日落洞的82岁阿嬷叶女士 就趁这段期间在家看电视自学英文 还用笔写下中英文的对照翻译 她的女儿将妈妈学习英文的照片和视频 上传到脸书 使妈妈坚持学习的态度 为他们立下了好榜样 她以妈妈为荣 政府劝家长不要带孩童逛街 国防部高级部长拿都斯里伊斯迈 沙比里说 虽然没有法令可禁止父母带小孩出外购物 但保护孩子的安全是家长的责任 因此她劝请父母避免小孩暴露在人多的地方 如购物中心或巴沙 接下来我把时间交给国际组主播陈学生 你好 我是陈学生 我们马上来关注全球的确诊人数 今天的新增病例有66,694人 累计确诊人数4196,048人 死亡人数3,172人 累计死亡人数284,172人 治愈人数48,588人 累计治愈人数1498,432人 上海迪士尼乐园重开 感觉快乐又回来了 就非常开心啊 终于回家了 在关闭了三个月之后 上海迪士尼乐园今天终于重新开放了 成为全球第一个回归的迪士尼乐园 在恢复运作的初期 乐园会实施一系列的防范措施 包括限制人流 要求顾客提前购票 保持安全距离等等 中国线上婚礼火了 也非常期待啊 是哪一位幸运的伙伴 可以抢到188豆的红包 大部分人在结婚的时候 都会大排延期 邀请亲朋既友一起出席婚礼 但近日受疫情的影响 中国越来越多的新人选择 线上直播婚礼 甚至开放给陌生人观礼以及送礼 直播公司也顺势推出了电脑特效 让新人可以在虚拟世界里面打造梦幻的婚礼 你有没有曾经好奇 一百年前的世界长什么样子呢 最近中国的一名男子利用AI技术 让原本模糊的黑白北京纪录片有了彩色 变得清晰 流畅起来 再配上逼真的后期音效 就像是带着观众穿越时空一样 根据报道 以目前的技术来看 AI上色会更加迅速 而人工上色会更加贴近历史原貌 我个人非常喜欢老旧年代的朴素 我也非常喜欢黑白照片 黑白虽然单调 但我觉得少了绚丽的彩色 我们反而能够更加专注于照片里面的情感 但现在已经出现了很多非常发达的影像修复技术 我觉得是一件好事 它能让我们这些欣赏复古情怀的人 更加贴近那个回不去的年代 那么今天的国际新闻就到这里 接下来的时间将会给彬宴 谢谢 我刚刚就上传了 我搬进现在这个工作室的新影片 其实我早在21岁的时候 就梦想要有属于自己的工作室 这个梦想我花了足足八年的时间才完成 真的是非常不容易 结果我的工作室才刚搬进来 就遇上了新冠肺炎大爆发 让我还没有正式运作 就先吃了一个闭门羹 而且这个闭门羹还在不断延长中 成长的路上总是会遇到很多的障碍 幸亏我在过去已经有很多的失败经验 所以现在的我有足够的抗压能力 去面对这些挫折 我还是相信痛苦比快乐先到来 这样的人生才会痛快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最账点 我是马夏男孩 郑冰宴 明天就是新闻最账点的最后一集了 我们明天见 我们明天见 明天见